今天做雙大肌訓練 今天做雙大肌訓練 那我自己本身呢喜歡用 槓鈴chesspress去做 那它可以很有效的刺激我整個雙大肌的地方 那也因為我現在在跑力量週期 所以說呢 強度效果很高一點點 但是大家在做這個時候要小心 因為啊 曾經我有一個同事 就是為了要做chesspress 結果不小心把牙齒砸斷了 所以它的危險性也算蠻高的 大家就量力而為齁 那訓練後 治療不夠水冷 如果你水分不夠啊 你的筋膜也會突突起動 那代謝會不好 然後像很多人會在主肩的時候 做一些多度伸展 但是如果我不喜歡 肌肉沒有張力的感覺 所以我比較不會做到 在主肩之間都會先生長 好 我等一下要做這一台呢 是chessfly 那它可以針對我和我的 整個衝刷機的那一側源啊 做更多的訓練體力的指導 那本身來說的話 這個是一個水平內衝動 那做起來感覺很棒 我今天的訓練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要去吃我自己準備的片刀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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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是我今天早上準備的片刀 好 那大家看到有非常豐富的蛋白質 好 那訓練完那當然就要好好的吃一頓 好好的犒勞一下自己 那麼辛苦的訓練 好 那這個是牛肉丸 好 那我會加一些番茄醬啊 然後還有一些調味粉去做調味 那這個是雞腿排 對 非常香嫩可口的雞腿排 然後這個是洋蔥豬肉丸 對 也是非常的美味 好 那我就要開動囉 說實在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的手藝 你知道嗎 身為一個專業的教練 不只要很會練 還要很會吃 還要很會捲 對 希望你的體態才有辦法 一直維持下去 好 那像 我訓練後啊 大致上我的蛋白質 會補充到40克左右 所以其實 這樣子一個分量上來說 其實會超過40克啦 但是我不會 一餐一次把它全部吃完 對 那我等一下可能還會留一些雞肉 那晚一點還會再做額外的補充 那因為我現在 我自己本身對於碳水的需求量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的飯呢 大概可能就是稍微半碗多一點點而已 好 那像這個牛肉丸呢 大致上來講 有150克左右 對 那雞肉呢 將近也是150克 那豬肉丸呢 將近80克左右 然後呢 這樣總量加起來啦 大致上來講 有300多克 那我一次呢 不會吃太多補充 可能只會先吃掉一半 那剩下呢 就晚一點再吃 好 我現在 這邊後的補充 已經你看都吃完了 那剩下的這些呢 我會留著等一下 晚點當做補充 好 那我現在要去泡乳精唷 好 我現在要泡乳精了 然後呢 因為我喜歡喝不同的味道 所以我把香草跟蟲加在一起 好 滿滿的一匙 非常足夠的蛋白質 這樣一匙大概是25克左右 再多一點點 然後呢 因為啊 搖搖杯很容易洗不乾淨 所以我不喜歡用搖搖杯 然後以前有因為啊 搖搖杯噴出來 沒蓋好 被灑到的經驗 所以我非常痛喝搖搖杯 所以我都會不會加太多 因為加太多的話呢 味道會比較不夠 那喝起來就會滿難喝的 變得那麼辛苦 所以我最女性的選擇要選好喝一點 差不多都均勻了 這個盤子真的還不錯 喝起來就很像草莓牛奶 喝起來就很像草莓牛奶 好 都完了喔 好 裡面好像還有一點點 好 不要浪費 再加一點點水 好 裡面好像還有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水 好 裡面好像還有一點點 好 不要浪費 那這是我一整天的序列 以及飲食的內容 我是SEEG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